玉璃镇因为是大乡镇、餐厅、小吃、民宿到处都有 而玉璃镇公所清洁队表示说 玉璃镇一个月所产出的垃圾有310顿 厨余有150顿 如何处理厨余是公所很头痛的问题 不过清洁队在上个月观摩西部地区 推广饲养黑水芒 彻底解决了厨余和农业废弃物清理问题 黑水芒的幼虫爱吃厨余、农废弃物 还有动物的排泄物等等 而未雨化的前黑水芒涌是最棒的资源性蛋白质 可以解决食品残余还有农业环保问题 希望公所能够学习 玉璃镇因为是大乡镇、餐厅、小吃、民宿到处都有 玉璃镇公所清洁队表示 玉璃镇内一个月所产生出来的垃圾大约有310公顿 厨余大约是150公顿左右 如何处理厨余是公所头痛的问题 不过金节队在上个月观摩西部地区 推广饲养黑水芒 彻底解决了厨余以及农业废弃物的清理问题 黑水芒它是没有带菌的 那所以说如果它在成泳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鸡也可以吃 鱼也可以吃 甚至其他的混在那边的 只要是譬如说养鸭或养额 那些都可以 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尝试在我们育营 像刚才那个影片当中 是我们云林口无香 他们就已经在开始尝试着去养 这个小批量的去养 然后他们觉得成效不错 黑水芒的幼虫爱吃厨余 农室废弃物 动物排泄物等等 没有羽化之前的黑水芒的咏 是最棒的资源性蛋白质 提供给鱼 鸡 猪等动物作为食物 解决食品 残余 农业以及环保问题 一个方案 一个当然是设置我们的厨余厂 那刘神父他们来宾友人 那我们当然是希望说我们设置好的厨余 能为请刘神父他们那边 他们有技术 有人员 来帮助我们去去化我们育营镇内的厨余 这是一个部分 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刚才的这个影片当中 它是一个循环经济 那我们可以 就是跟我们农政单位配合 去辅导我们这些农户 华保署也有内部报告 一公克的黑水芒虫卵大约可以孵化5万只的幼虫 大约可以处理50公斤的厨余 而经过5天的厨余喂食之后 大约产生8公斤的芒碳 等于是一公克的蛋 能够处理自己5万倍重量的厨余 预证工作是不是要沿用 还有待讨论以及观察 记者高雄雄预证采访报道